好不好看這個大人見人見識 我想網友 我在網路上 隨便一個議題 我們可以找到一百個不同的意見 我想跟大家很清楚 你只要上網看 網路的意見是非常多 我們也都予以尊重 每一種有問題 我們是尊重各方的評論 每一種還沒有另一件 每一種都有另一件 但我們這個LOGO 最大的意義 其實不是在它這個金色的這個意義 我們在昨天的金色會 跟各位的這個說明裡面 其實已經很清楚的說明 這個金色帶來一種透明 然後把它做成這個促進的感覺 是希望把這個歷史感 能夠加在這個LOGO裡面 其實我們昨天幫這個LOGO發布以後 也有很多人 差不多現在在我這個 這個胸前的這個揮章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LOGO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美衆的問題 我們就要用辦法去做什麼辯論 這是個人品味的問題 那可是我們這個LOGO 最大的精神是它的開放性 所以我們在昨天 在今天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是普章 我們中華民眾 就是一個多元意見的社會 多元價值的社會 所以這個LOGO 是歡迎大家來電話來利用的 那我個人的體會覺得說 這些電話每一個都非常好看 而且每一個都非常有創意 我覺得 如果你一個LOGO 只是一個固定的LOGO 你再怎麼好看 它總是有一定的限制 可是我們的精神 是完全開放的 它開放的不切 我覺得 我的最驕傲的是說 這個LOGO 能夠採取這種開放的主態 讓你用不同的這個 團體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人 你都可以把這個LOGO 變換成你想要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這是我們這個LOGO 最愉快的地方 這種多元 彼此包容 彼此尊重 這樣子的精神 那我們也是以這樣子的精神 來看待外界各種各樣的 對 我們是什麽 不會 是 對 真的 沒問題 是 與 我們說